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涛歌坎定 这个杀手不太冷 这是一个老片子 但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被人们赞誉的一个好片子 这个片子很老了 大概我记得是1994年拍的 对头算都21年了 可是我在国内的电影排行榜当中 都看到它排行当中名列很靠前的 好像在土豆网上排名排在第二位 它只比这个萧生克的救赎差一点 而这个片子的故事的本身呢 其实是蛮简单 蛮血腥的 可是片子讲的内容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但是有一点就是人的 人性中这种善与恶的强烈的对比 这种善与恶的强烈的对比 现实物质生活的这种追寻 与精神生活的精神信仰当中 人的灵魂当中的 他的生命的一面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我相信很多人是从电影的角度去分析 这是个好片子 那更多的人他之所以能够产生震撼 我觉得跟我们内心中的心灵深处的 对生命的认识 对善与恶的认知 甚至对自我现实环境当中 与他进行对比是直接相关的 影片里很简单 一个女孩 一个成年的男人单孤独的杀手枪手 一群警察 在社会层面 警察是维护正义的 他抓捕的是那些贩毒犯 为社会保持 社会的层面保持安稳的 但是那个警察的头子 他的内心却是邪恶的 屠杀生命的 对人对生命毫无怜悯之情 所以人的社会的层面是正的 在他内心的生命的层面 却是恶的 那这个杀手 他是一个孤独的成熟的男人 那他居无定所 这是他的职业所定 而他本身的工作 就是杀人 那应该说 在人的社会层面 他是邪恶的 但是大家注意到 他爱喝牛奶 他始终 他的财产 就是那一盆花 他杀人挣的钱 被他的agent 全都骗了 而那个agent 在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来到美国的时候 那个agent本身就在欺骗了他的父亲 影片里是这么交代 所以那个agent 看似恩人 实际是个恶人 坏人 那这个杀手 反而变成了单纯者 他是一个单纯的 以杀人为生的 这么个人 但被他杀的是谁呢 被他杀的是那些基督犯的警察 认为那样的人应该被杀 而叫agent去做的 所以被这个杀手杀的人 是那些贩毒者 这是非常有趣的关系 而这个杀人 杀人者 喜欢什么 喜欢喝牛奶 牛奶是纯净的 纯白的牛奶 有一盆花 花是精神的象征 花是精神的信仰 花不能给它带来任何物质上的东西 但是它搬到哪儿 走到哪儿 都会恪守着非常精心的 互守着这朵花 表现着它杀人的过程中 又有对生命的怜悯的精神的含义 那女孩的出现 就整个打破了这样的平衡 我觉得电影里面 是非常有趣的 那我们分成两集 一集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杀手 一集我们跟大家分享女孩 这是影片当中的 主要就是两个人的故事 那他们这种心理的变化 心理的感应 它透显出今天现实人的生活当中 和对于很多人来讲 我觉得有着类似的一种心态 杀手有两样东西 它的两样东西是一个牛奶 一朵花 一盆花 代表着杀手真正的含义 那影片里面 它是这么去描绘 这盆花的 这是影片最开始那一段 然后女孩在求救的时候 那影片的导演非常突出的 他手里抱着那两桶 两个纸杯的牛奶 这里面就像我刚才解释了 影片里非常突出的是 牛奶和内盆花 那牛奶代表着人的身体的需要 代表着人的身体的纯洁 女孩抱着牛奶 到了她的房间 向她求救 其实它暗含的概念很简单 两个人 女孩和杀手 他们生命的本身是纯净 他们的生命的本身 就像牛奶一样是纯白的 但是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女孩脱生在那样一个家庭 不能称为一个家的家 那女孩最不能接受的 是那些警察枪杀了她四岁的弟弟 而这个杀手 是在意大利时 她的喜欢的女朋友 因为有钱 而不能嫁给她 遭到女朋友的父亲的阻止 最后她的女朋友的父亲 竟然为了阻止他们之间的结合 竟然杀掉了自己的女儿 那杀手在这个背景之下 杀了那个女孩的父亲 从意大利逃到了美国 开始了她真正的职业杀手的生涯 这里面都包含着就是 一个大男人 一个小女孩 她们在生命的背景下 却是有着共通的 她们的生命的本来是纯净的 是洁白 这是非常令人 大家在现实的生活中 我们要意识到 很多人你看似是坏人 但他不是坏人 很多人在社会层面 被送扬成是维持正义的人 但他是邪恶的 就像绿色踪迹当中 其实我们同样看到这一面 就像肖申克的旧书当中 也是一样 监狱里面的人 却是好人 而管理监狱的人 是恶人 他这样的陈述 在突破人的层面的 简单的 人们理解的对错 好人与坏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揭示 他揭示出现实人生活当中 很多人是好人 但屡遭侮辱 很多人是坏人 贪却冠冕堂皇 很多朋友讲说 好人为什么不得好报 这里面就有这样的含义 我相信有些朋友 会能够对等自己的 所以影片的 整个这一段的陈述 在我的理解当中 他非常深刻的到这一点 很多观众 很多朋友 不一定能够 有这样的理解 但是生命的内在的碰撞 我们灵魂的内在的碰撞 会有这种共鸣的 所以好人坏人 不是现实人的层面 能够评价 应该是生命这宇宙当中 有一个恒定的礼 有一个恒定的生命的准则 那是真实的 没有这种生命的准则 就没有我们内心中心灵的感受 没有这种生命的准则 就没有我们这些 在看电影时 能够分辨出 即使表面看起来是坏的 但他实际内心中是好人的 这样的系列的深刻的认识 这种生命的准则 跟我们的灵魂深处 是对等他 其实影片里揭示出这样的内涵 那这个杀手在我的眼睛里 其实他就包括这一层面 而那棵树 那棵花被他照顾的 是他你可以叫 柏拉图式的那种精神的信仰 因为在此之前 有他的女朋友死了 但今天现实的他 无意中去救了一个女孩 而这个女孩 却真正唤醒他 一个成熟的男人的那种情感 但是他又不能去做 杀手没有占女孩的便宜 即使女孩去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因为他懂得 他不能去 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他绝不能去碰一个这样的女孩 尽管是女孩 自己愿意 称爱他 他也不能接受 他也不能做 这是做人的道义 这是做人的准则 这是那棵绿的树的表现出来的 他的生命的境界 而不是他人中杀手的概念 我相信很多朋友能够在影片中品会到这一点 那女孩到最后把那棵绿的树种在了花园里面 树有根了 落在土地上 那也就变成了精神不死 他在送扬着 他在承传着 这位杀手留下来的人的道义 人的道德的准则 人的应该有的品质 所以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为什么我们能够产生共鸣 为什么我们能够认可 这一个职业杀手的 他的做人的态度 他里面最关键的东西 突破了人的层面 突破了现实人的生活 突破了我们人简单的对与错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涛哥砍电影 这个杀手不太冷 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一期节目了 影片里 与其说杀手是男主角的话 那对比的话 那个女孩 你不能说她是个配角 我只能说 那个女孩是个女主角 在影片当中 女孩的出现 她的表演是非常精湛 应该这么讲 是非常精湛 那女孩也是从节目当中 从背景当中 在上期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 她同样与杀手 有着同样的家庭背景 类似的一种社会背景 这种社会背景 就是一个像牛奶一般 纯净的女孩 但却生活在一个贩毒的家庭中 那个家庭不是一个家庭 那个家庭已经肮脏 龙龙龙到令正常人无法接受 却是现实生活中 女孩必须接受的一个环境 在那个家庭里面 她唯一能够接受的 是与她相依为命的 四岁的弟弟 女孩在这种环境中 她要逃避 即使父亲给了她 掏了很大一笔钱 贩毒者 掏了很大一笔钱 让她去上贵族学校 但她同样不愿意去 因为她的生活 她现实真实的生活 已经被这个家庭完全扼杀了 作为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女孩 她需要一个生活的过程 正常人的一个生长的过程 但她没有 所以看到的包括她吸烟 包括她去做那些 非常狂躁狂暴的事情的时候 来的那种手法做法 却是在与她现实生活中的比较 形成了一种接洽 一种吻合 而她生命的转机 就在于 她的家庭完全被警察杀掉 警察这部分 没什么可讲 上期节目已经介绍 当她家里面全都被杀掉之后 她唯一的仇恨 拴在了她四岁的弟弟 被警察枪杀 她是四岁的孩子 你们为什么要杀她 所以这是她唯一不能接受的 而她生活在那样的环境 就会使得她唯一的选择 就是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而她当抱着牛奶 去投奔那个杀手的时候 表明了她自身的纯净 当她闯入到杀手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她带来的是一个少女的 像牛奶一样的纯净的人 一个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人 这种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人 把一个完全麻木的 完全生活在一个孤独 一个自我 一个偿还的过程中的冷漠的 没有任何情感的一个杀手 她生命本来的内心的部分 重新唤醒了 杀手的内心的部分 为什么可以被唤醒 是杀手抱着那盆花 因为她是屠杀生命 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 她的灵魂却是郑重生命 她在寻找着家园 寻找着能够一个 使她生命有着容身之地的 使生命得以延续的家园 是那盆花 那她要想找到这个花 想找到这样生命的延续 女孩的闯入 使她产生了希望 产生了希望的原因 就是唤醒了她 对生命的珍惜 影片里包含着 这样深刻的内涵 那这种相互的接洽 女孩的出现的这种 这种对比的成分 那我个人觉得 这是影片成功的地方 女孩生活在那个环境中 女孩最后离开的时候 是抱着那盆花走的 当她影片最后逃走的时候 是抱着那盆花走的 延续的是什么 杀手的生命结束了 但肉体死了 灵魂解脱了 肉体死了 却与女孩真正的在一起了 你真正的在一起的原因 是这种生命的认知 对生命的颂养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影片最后结束时的场面 这是影片最后时的场面 那我们知道 作为杀手来讲 她的职业就是杀人 女孩从她那学到了某些技巧 用相当智慧的手段 已经闯进了联邦大楼 但是女孩就是女孩 所以她失手了 被那警察抓到 被警察抓到之后 当向杀手求救的时候 其实大家想想 作为一个杀人的人 她完全没有任何必要 她完全可以不对女孩负责任 什么东西使得她对女孩负责任呢 女孩带给她的精神 女孩带给她的生命的含义 女孩带给她像牛奶一般 那种人的生命的那种品质 其实是可以这么理解 那才会使得杀手 在做着一个 在她职业概念当中 在她生命 现实利益的生命概念当中 完全没必要去做的牺牲 但她做了 做了 那就表明了 这是一种人性的光辉 人性的光辉 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杀手被救这个女孩 使自己暴露了身份 使自己暴露了踪迹 暴露了所有的一切 把自己置身于死地 即使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杀手还是让女孩逃掉 她中间来保护她 女孩逃走 故事是这么走的 所以是女孩的出现 唤醒了杀手 生命的意义 这里面呢 结果又包含着一种宿命 杀手在意大利的时候 就是因为女孩 因为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是谁 是一个当地有钱有势的公主 有钱有势的家里面的女孩 这种根本不可能 在社会环境当中 在家庭中不可能成为的 不可能最终有结果的爱情 给杀手带来了灾难 女孩的死 以至于杀手为了报仇 杀掉了女孩的父亲 才会跑到美国 出现了这种事情 对吧 所以女人成为了她 这个杀手的宿命当中的 要命的地方 自那之后 杀手没再接触过女人 在恪守着 对自己曾经的恋人的 那一份真情 女孩的闯入 再次唤醒了杀手人的情感 而作为一个 本来可以成为女孩父亲的男人 再次出现了 有些人你可以叫 这叫布伦之恋 这也不是布伦之恋 他就是在描绘着这个男人的宿命当中 不能有女人 不能有女人 有了女人 他就倒霉 利益中是这么说 但生命中 他就表现出另外的一个氛围 他这个电影 看起来是现实中的一个概念 但他背后却自然能够显现出 人的生命的宿命的一面 这种精神层面的一面 女孩在逃走的时候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逃走的时候 女孩抱着那棵树 其实当女孩抱着那个花走 影片里就预示着杀手会死 精神留下来 他真正的那部分 杀手真正的那部分 留下来 但是呢 人会死了 因为人要不死 就没有这样的 这个杀手与女孩之间的这种恋情的圣洁 那也正是因为 女孩抱着那盆花走了 到最后又回到了那个贵族学校 然后把那盆花摘到了地下 让人们感受到人的生命 人的环境 人的一切是拥有未来的 这一份未来 不是人中的对与错能够评判的 这一份未来是一种人性的回归 它落地了 生根了 它会在这地球上永远存在下去 那谈到的圣洁的这部分 这是影片基本上就完了 而在影片中 女孩跟这个男人之间的 表白的那一段 上床的那一段 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一份男女之间情感的描写 当时影片是这么说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影片中的那一段 影片中的这一段 这个裙子是杀手给他买的 其实他表现出来实际是 杀手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情感的变动 而这一段故事 是杀手从联邦大楼里 把女孩救出来之后的一段故事 那女孩在非常直接地了当地表白了自己对杀手的爱意 那也表白了他愿意与杀手共闯 但是影片的描绘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杀手在坚守着一个男人应该有的道德 女孩依然表现出他像牛奶般那种纯净的做人的态度 这是1994年拍的片子 那现代人拍的片子 2015年 2014年 2013年拍的片子 我个人觉得女孩会不穿衣服的 但这个影片不是 这个影片却是表示着相互的尊重 包括女孩本身 伺候着男人上床睡觉 他表现出一个女孩幼稚的心态 但单纯的这样 单纯的概念 但他自己也并没有赤身裸体 他并不是不懂得 但是他很尊重他与男人之间的关系 很尊重对方的情感 很尊重对方的感受 他自己也同样真爱自己的阵操 这是非常有趣的 我觉得非常值得送娘的一个概念 就是他这样的表态 能够平衡了 真正表达出电影当中 他一直贯穿的 人的道德 人性 尊严 尊重 和人的理念 无论年龄大小 无论现实的身份如何 无论家庭的背景如何 人的内在的根的一面 只要他存在 他就会恪守人的 应该有的尊严与道德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能够理解这一点 但是在我个人的看法当中 我觉得这一点 他表现的淋漓尽致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使得很多朋友愿意看这个电影 里面有暴力 有冲突 好人 人中的认为的好人实际是坏人 人中认为的坏人实际是好人 人中的好人是职业 但人是坏的 人中的坏人是职业 家庭环境 但他的人的品质是好的 这正好上下对应了 从生命的角度看 而不单纯从人的利益 和表现上看待 我相信这个影片 所有的好的影片 都是有这一点的 从生命的角度 看待我们每一个人 和周围的事情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